掉髮困擾不分男女 只要壓力大 作息不規律或飲食不均衡 都可能遇上落髮危機 也是有詢問過一些 專業的皮膚科醫師 他是說要從體內開始保養 然後慢慢的去改善 然後就是就會讓頭髮 就是越來越長回來這樣子 尤其女性產後落髮 更是許多媽咪的壓力來源 嚴重還可能導致憂鬱 那其實它是一個正常的代謝過程 它把我們懷孕中間 沒有掉落的頭髮 就是在產後之後 它就會正常的出現掉落的現象 像在產後的2到4個月左右 會開始有大量落髮的現象 那有的媽媽就會覺得很緊張說 它是不是出現這個落髮現象 之後沒有辦法恢復 那大部分的媽媽 生完小孩6個月 會開始慢慢的緩解 然後大致上在1年左右 它的髮量會恢復到正常的情況 醫師表示 包括女性雄性突或是壓力性掉髮 都是屬於非法橫性的落髮 有困擾民眾可以著重 陰陽補充 我們其實會建議 可以多攝取蛋白質 因為包括我們頭髮的角質 其實都是蛋白質的組成成分比較多一點 那所以蛋白質的攝取要盡量均衡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可以多補充一些微量元素 那包括了鑫 包括了鐵 那甚至像葉酸 這類型的成分 跟有一個微量元素叫做锡 那這些都是之前有一些醫學研究的時候 可以幫助我們頭髮生長 如果生活作息不正常 沒有太多時間從食物中攝取營養 一時建議從營養品中做補充較為方便